Hello大家好 我是再见小男们 之前说到帽智被畜生球击中 结果炉内出血不幸离开了人世 而在该起事故的三年后 帽智的儿子吴郎也将升上小学四年级 见到吴郎对棒球的热爱依旧不减 三船哨棒队的教练急忙要将这小子收入麾下 然而寒暄的话才说到一半 一位大叔带着数名孩子踏入了球场 对方是三船小学的足球队 他们一来便想将哨棒队赶出场外 哨棒队的教练很是生气 却也不敢多加反抗 因为他所带领的队伍一直没有像样的表现 在校内根本毫无地位可言 正当教练感到无奈之时 吴郎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他和足球队做出协定 如果少邦队能打赢在地的成人业余球队 那么他们便有权使用这片场地 吴郎的体验让教练相当忧心 先不说那只业余球队的实力如何 光看双方年龄及球龄的差距 教练觉得少邦队根本没有机会赢得比赛 吴郎自然知道这点 但吴郎不管 为了增添球队的战力 他在校内张贴了许多真才海报 此举让一位女同学非常不满 那姑娘叫做清水勋 小勋觉得棒球已经落伍了 继续散布这种广告 只会有爱班级的颜面 女孩的一席话令吴郎勃然大怒 他立刻起身将对方臭骂了一顿 本以为冲突会越饮越烈 不料遭到斥责的小勋并没有回嘴 而且还开始对吴郎产生兴趣 果然世上无奇不有 某些人的开关真的会让你意想不到 下课期间小勋找上了吴郎 并表明自己也想参与打棒球的行列 而后透过小勋的介绍 吴郎又认识了另一位同学小森大介 小森的父亲是横冰海洋队二军的捕手 天天看着父亲打球 也让小森拥有不错的棒球基础 这样的集战力自然十分宝贵 不过想要获得小森 还得先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校内的恶霸泽村良泰 泽村是足球队的一员 而他的父亲正是之前 想将吴郎等人赶出球场的足球队教练 得知小森常常受到泽村欺负 吴郎立刻给了泽村以及巴掌 看见有人见义勇为 小森也下定决心要跟随吴郎 至于另一边被揍的泽村 没想到这家伙也想向吴郎投诚 正所谓一巴掌打醒梦中人 泽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过错 于是他主动向小森道歉 并决定加入哨邦队 助吴郎等人以臂之力 伴随吴郎凑齐队员 他们也准备与在地的业余球队一较高低 当然业余球队的大叔们 并不把这群孩子当一回事 所以投球与防守都表现得相当随性 吴郎一看觉得机不可施 既然对手故意放水 那还不赶紧多拿点分数 于是在小森上来后 吴郎大棒一挥 直接轰出一发两分炮 一局上半 哨邦队2比0战时领先 接下来吴郎将站上投手球 对决大叔队的打线 果然吴郎的实力不是盖底 连续击发诉求 让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不过就算吴郎有着超令的表现 烧帮队仍旧陷入了危机 一方面大叔队并不是真的打不到吴郎的投球 二方面烧帮队的成员水平太差 在守备频频失误的情况下 大叔队快速拿下两分翻柄了战局 见到队友们狂扯后腿 吴郎终于忍不住了 他开始批评队友的表现 甚至想独自包揽所有的守备工作 这般行径让几位成员相当不满 一气之下竟联合起来要退出比赛 眼看事态即将失控 一旁观战的桃子赶紧上前原场 他告诉孩子们不用理会吴郎 还建议大家推举别的队员担当投手 此话一出吴郎傻住了 他觉得明明是这些人不会打球 怎么搞得好像是我的问题 吴郎想为自己辩解 但桃子却不想与他争论 而后其余队员讨论了一番 决定由小森接任投手的位置 至于满腹怨气的吴郎呢 他也只能息听尊便 补上补手的空缺 由于小森的球速比吴郎慢上不少 预料外的速差 竟让接下来的打者频频挥空 伴随球队的气氛稳定下来 教练与桃子讨论起吴郎的问题 桃子表示 吴郎的实力固然突出 不过他忘了棒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 或许是因为吴郎从小都是自个儿玩球 所以他并不了解 眼以律己 宽以待人的道理 的确比起个人的能力如何 棒球更讲求团队合作 而在小森的带领下 队友们显然更加投入比赛 这个半局结束 三传少邦队成功挡下大叔队的攻势 发现吴郎满脸不是滋味 教练赶紧趁急失觉 延续方才桃子的论述 教练希望吴郎能给队友多一点信任 吴郎也意识到自己影响了球队的表现 于是他收起脾气并向众人道歉 随后吴郎再次回到投手球上 整个队伍也开始渐入佳境 然而少邦队与大叔队 终究存在着不小的落差 即便吴郎等人再怎么努力 最终孩子们还是输掉了比赛 依照之前的约定 少邦队必须将练习用的广场 让给足球队 不料大叔队在此时站了出来 他们不愿让这群热爱棒球的孩子 流落街头 所以决定全力支持少邦队 拿回场地的使用权 眼看风向全都倒向少邦队 足球队的教练也莫可奈何 于是他不再坚持 并同意将场地让给对方 比赛结束后 教练将吴郎叫到一边 教练明白 弱小的三船少邦队 已经容不下吴郎这尾大鱼 为了吴郎的前途着想 教练建议他加入 县内最强的横冰少邦队 相隔几日 吴郎带着好奇的心情 来到横冰少邦队的训练场地 却没料到 在那里遇见了过去的玩伴 佐藤寿野 回想三年前 冒之殷伤去世 于是桃子成为了吴郎的监护人 后来未要与桃子一同生活 吴郎搬离了原本的住处 而这一班 也让他与兽野断了联系 有别过去害羞内向的样子 现今的兽野活泼开朗 身材也变得相当结实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兽野已是横冰少邦队的正式球员 正当吴郎和兽野叙旧之时 一名带着墨镜的男子走向前来 他是横冰少邦队的教练 名叫奈特休马赫 抱歉 他的名字应该是兼本休衣才对 总之 休衣与帽智在少邦队时期曾是伙伴 听闻吴郎是帽智的儿子 休衣不禁对吴郎的实力感到好奇 而经过简单的测试 他也确定吴郎拥有进入职棒的潜力 小弟 看你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 维护世界和兵就靠你了 来 我这里有张入队申请表 你下周就来横冰少邦队报道吧 此话一出 一旁的兽野乐坏了 他好开心 自己又有机会与吴郎一起打球 然而吴郎似乎没什么兴趣 因为他想继续跟三船的伙伴们并肩作战 休衣大概晓得吴郎的想法 于是就把帽智 曾带过横冰少邦队的往事告诉了吴郎 这下吴郎动摇了 虽然他不愿离开三船的队友 但他真的很想披上父亲以前穿过的队服 回家之后 吴郎向桃子表明 自己有意愿加入横冰少邦队 桃子并不支持这样的决定 因为他不希望吴郎抛弃得来不易的伙伴 这般回复显然不是吴郎想听到的 结果双方就为着此事陷入了争执 正所谓吵架美好话 眼看桃子说什么都不肯答应转队的事情 吴郎便撂下一句 果然只有亲娘才懂孩子的感受 此话一出 桃子的理智线断了 手一伸直接就给了吴郎一巴掌 这几巴掌打得吴郎眼貌惊心 母子俩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隔天 吴郎将自己打算转队的想法告知小森 小森嘴上讲没有问题 心里却很舍不得吴郎离去 毕竟吴郎是他好不容易交道的朋友 他实在不希望就这么与对方道别 另一边 桃子找上帽子的好友英逸 他希望跟对方请教如何与吴郎沟通 不料两人还没谈上几句 桃子忽然吐血倒地 吴郎接获通之后 学校的老师马上带他赶往医院 此时桃子已被推入手术室 据医生所说 应该是12指肠发生溃疡 见到吴郎露出无助的表情 音逸主动前来关心 音逸知道这孩子想追随父亲的脚步 但他觉得不该为此 让身边的亲友感到难过 毕竟茂智已经离开人世 不管做些什么 这个人都无法回到大家的身边 与其将心思全放在死去之人的身上 音逸更希望吴郎可以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 这般劝说让吴郎有了醒悟 于是在桃子的手术结束后 他进到病房向对方致歉 并表示自己想跟桃子一起面对未来的道路 伴随母子俩解开心结 吴郎也决定叙留三船哨帮队 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兽也 希望对方可以予以谅解 兽也尊重吴郎的决定 只是一想到又要与好友分道扬镳 心中不免感到一丝寂寞 过了不久 吴郎在家门前遇到一位陌生男子 这名男子自称日下部 是之前在勇士队协助吉普森的翻译人员 日下部拿出两张大联盟明星赛的门票 并表明吉普森想邀请吴郎到美国观看比赛 虽说机会难得 但吴郎却相当不屑 毕竟吉普森连帽子的葬礼都没来参加 现在拿个两张票就想当作赔罪 你以为日本的小孩都那么好骗吗 日下部能理解吴郎的心情 不过他也要替吉普森说句话 其实吉普森对帽子的死一直相当自责 他甚至还因为此事弄伤了头球惯用的手臂 之所以没有参加帽子的葬礼 无非是没脸去见对方的家属 而对于自己犯下的过错 吉普森也费尽心力想找出弥补的方法 后来他自愿延长待在日本的时间 整整三年 吉普森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日本球团 为的就是想用最精彩的表现 来补足帽子不在的空缺 日下部说完 便把吉普森送来的信封翻到另一面 那里写道 你父亲是在我棒球生涯中见过最伟大的强棒打者 日下部表示 吉普森并不奢求无狼的原谅 但还是希望无狼可以去大联盟看看他的表现 明白了吉普森的心意 无狼决定去美国以探究竟 由于桃子还需敬仰 所以另一张机票就交到了小薰手上 而后经由日下部的陪同 无狼与小薰抵达了明星赛的举办地旧金山 考虑到他们只能在此地待上两天 无狼和小薰赶紧把握机会四处游览 然而这份愉悦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到了隔天早晨 无狼的左手臂出事了 原来昨天晚上无狼睡相太差 结果小薰就给他送上了一脚 这般意外令无狼相当不悦 说着说着 不仅想跟小薰拼个高低 而在两人打闹之时 万众瞩目的明星赛开始了 虽说这类型的赛事偏向表演性质 不过能看到各大球星轮番较量 仍让无狼觉得过瘾 一局下半 吉普森正式登场 为了不辜负无狼的期待 吉普森可说是出尽全力 154 154 160 吉普森铁了心要用直球解决所有的打者 看到这里 日下部向无狼透露吉普森的习惯 虽然吉普森的直插球也是极品 可是一旦碰到真正的强棒 他就会想用直球一决胜负 而在吉普森的眼里 无狼的父亲就是这种等级的打者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吉普森 只愿意用直球对决帽子 日下部的一席化 让无狼更加以自己的父亲为荣 但无狼的心中也不仅产生疑惑 毕竟吉普森的控球如同机器一样精准 既然能够随行所欲控制球的位置 那么当年的吉普森 是不是故意把球砸向帽子呢 比赛结束后 无狼私下与吉普森见上了一面 明白无狼对帽子的死有所怀疑 吉普森透过翻译员解释了事件的主因 其实三年前 吉普森并非故意将球投向帽子的头部 不过那时的他确实心态不够成熟 也因为受到情绪的影响 所以才不慎失手投出那季畜生球 吉普森知道这样的解释可能无法让无狼释怀 于是他站上打击区 并表示无狼可以向他的身上随意投球 无狼没跟吉普森客气 立刻用尽全力投出一记快速之球 然而这球并没有招呼在吉普森的身上 反倒是利落的划过本雷版的上空 无狼跟吉普森说 你真是太狡猾了 一个小学生投的球是能有多快 真想被砸 那就等到我跟你一样强再说吧 吉普森听完脸都黑了 接着便向无狼道出一句 See you again 回到日本后 无狼的心中燃起熊熊斗志 为了提升三船哨邦队的战力 他向队友提议来场合宿集训 究竟无狼会在这次的集训 碰到哪些新鲜的人士 三船哨邦队又该如何面对 接下来的秋季大赛 我们下集分解 那这集节目就先到这边咯 如果你对棒球大联盟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这支影片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按赞以及将影片分享出去 最后也别忘记加入我的FB粉丝团哦 我是再见小男们 我们下集再见